下一題有很多小題但都非常的easy 兩個跑這個距離跟位置跟時間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是誰跑得快 這理論上看表格你就知道誰跑得快了 我們請 現在要找誰啊 找帥哥嗎 現在要找帥哥 帥哥男叫做 沒有帥哥男 帥哥男叫29 29 問你誰跑得快你看不出來喔 你是來右隊做假的啊 為何 因為 拔布啦 誰跑得快 需要快 因為他跑得快 不是廢話嗎 錯 同樣的時間續想跑得遠啊 一個到四一個到五啊 所以同樣時間跑得越遠就表示跑得越快啊 這嘗試吧 每經過一秒一個走四一個走五啊 所以五比較快啊 這是不是嘗試啊 第二問題 算一下就好了 五秒內驗光的速度多少 注意喔 我提示你喔 我會再問速度喔 我提示你喔 我再問速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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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小女生 十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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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每秒向東四公斤 少個每秒 不過沒關係 但你keyword講到了 很好 我喜歡那個keyword 那個keyword 那個keyword叫做 那個keyword叫做 向東 我剛剛提示你 我問的是速度要什麼 大小跟 方向 你很多人都跟我寫 每秒四公尺就沒有了 那不對的 很簡單嘛 位移去除以 時間嘛 ΔTΔX嘛 所以算一算就知道呢 是 每秒四公尺 它是朝東方運動 所以是向東嘛 OK 那比照辦理 你現在了解了 夜光就會了解續祥嘛 啊 好解續祥 來 這位大帥哥叫做 二十六號 二六 二六 你們為什麼要少個每秒啊 當然那個什麼 你也不講每秒 奇怪啊 當然那個顯示就個秒啊 秒也不見了 一樣嘛 ΔTΔX嘛 然後除一除呢 就出來了嘛 就是 每秒五公尺 但是要注意 也是要注意 要寫的是 方向是向哪裡 方向是要向 東邊 方向是要向 東邊 OK 來 如果維持二十秒以後 會離多遠 方法一 我們以前教過的表格 為他搭齊 永宜的橋樑 方法二 你既然知道要跑多快 你就會知道說 花多少時間要跑多遠嘛 OK 都可以嘛 好 現在立場後 現在是要找一位美女兒 是嗎 是嗎 剛才是十四號是不是 剛才是十四號 剛才是十六號 剛才是十六號 不對啊 剛才是十六號 所以是要找美女 十一號 十一號 美女有十二號 十二號 十二號 多少呢 八十 請坐下 八十 那就是 每秒四公尺嘛 走二十秒嘛 速度乘以時間 叫距離嘛 就是走八十公尺嘛 所以 欸 欸 八十就八十 為什麼要一個零加八十啊 注意 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位移 一個叫位置 你的速度是 位移去除以時間 等於速度 所以你的速度去除以時間 出來是位移 位移是位置的移動 可要問的是位置 我從一 移動五 移動到六 我從三 移動五 移動到八 人家是問這個五 還是問那個六 或者問那個八 要搞清楚 他問的是位置 所以第一個八十 是位移 我移動了八十 然後我從零出發 所以要零加八十 從零出發中八十 所以零加八十 所以為什麼要寫個多 寫個零加八十 是要你清楚的了解 我可能問的是位置 我可能問的是位移 而你的速度去乘時間 出來的是什麼 位移 位置的移動 不是位置 不是位置 那兩個意思不一樣 你要分清楚 所以這裡寫個零加八十 在這裡 所以答案叫做Burse 啊同理可證 續想咧 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你懂 在這裡 多少咧 一百 有沒有單位啊 一百公尺 請坐下 這個跟剛才一樣嘛 有速度 有速度嘛 去乘時間嘛 跟剛才一樣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叫位移喔 不是位置喔 人家問位置嘛 所以怎麼辦 還有多個零加一百 零加一百 再一次給你強調 位置跟位移的意思是 不一樣 分清楚 看到人家到底在問什麼東西 這是很簡單的練習零二 也算是基本公式的直接運用而已 OK